哈囉大家好,我那個斷掉了,所以我從這邊再一開始 好,我們可以將那個Reading變成一個單獨的序列嗎? 在特定的那個情況下,有對比的以及做那個序列的時候 當DNA的片段他比整體,比他加起來的片段還要小的話 那可能會去做互補,互相重複了 他Read的部分是3到5嘛,5到3這樣子去抓這一個 然後來看一下,然後去抓這一個,所以他去抓這一個時候就會對在一起 他這個過去過去就會開始在這個地方對在一起 然後如果去想要抓一個單獨的話 Read這個Process叫做Merging 抓一個東西把這個東西用一用 然後只留下一條的漂亮的曲線 他就叫做Merging 連接 然後我該怎麼樣連接這個讀取物 你必須要用一個合成的軟體來去做 來去根據他重疊的部分去做讀寫 來進行single round end的讀寫 而且不能重複有對比的 對比的 對比結束的讀入 然後他的複雜度就在substitioning這一個test 那我要如何把讀寫Merge進去 然後在這一個書裡面去做這個處理 他直接講說 簡單來講,這一個目前的技術來看 如果我們把DNA片段把它斷開來 到幾個小的片段 然後結果就會是叫做 DNA會產生一個Library 然後他的小片段會叫做Fragment 就是片段 然後他那個 Fragment in the library 然後Sequences in Dimensioning 包括了那個 序列的時候也包括單獨的 以及做對平方平行的 好,他有兩種的片段 他是說一個是集息 或者是兩邊都會結束 就像我們上面講的兩條線 或者是他說是單條很長的Single Fragment 好,如果只有一邊是Sequences 那你就是Single Red 如果你可以Sequences Both End 你就會走到一個Pair 你如果你的技術可以將 你用的軟體可以將那個 將那個 序列把它擴在其他 就可以變成一個兩段的 好,再一個 如果再用一個Single End Red 你必須確定你讀錄的那個長度 是比你的Fragment還要小 不然他就會Sequences就會Run Out 不然就會變成說他的 你沒有 你那個比他短 你DNA比他短 他讀出來就是Error 然後他如果用的那個長度 F到450 他自己是有測度的 就是反正他母體必要 母體一定要比樣本多啦 就是如果你的樣本比母體多的話 他就會超出Error 好 我來猜一下缺點 好,來看一下讀錄 像這來說會讀錄 不同又會重複讀錄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讀到空的資料集 因為他已經Run出去了 Run出那個範圍了 然後F到450 BP是他的範圍內 那有一個寫說 InlumenEcosystem 新的這個軟體 然後READ他是做150BPS 然後有的是做250BPS 然後去做一個這個處理 然後他這一些更多了 範圍更大了 那原來的F到450BPS 他變得太小了 而且他那個對一對的那個讀寫會重複的對準 重複的跌到 那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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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酵素的那個基因 Nectar Nectar Library 他這一個系統下 他加了一個很大的F值的分佈量 在Nectar 然後我們有看到F的他的範圍 100到900之間 好 那整個的這一個用對比 或者是用單體去抓的時候 就他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主要爭論的地方是說 他這一個對他的好處 對於長的樣本的時候的好處 也就是你把它斷開來 然後你再抓出來 但是你讀完之後 你最後要知道整個的對不對 你還是要把它組回來 你那些分辨 不同的Fragment 到最後還是得一段一段的 再把它接回去 這樣才能知道他原本的 原本的母群體是要做什麼 好 F A bunch of the base in the middle of the unknown and how many of the names are roughly known 大部分的都比較是 帶我們來做的時候 都是知道的東西都是 unknown 那大部分都是很糟的那個Node 然後這個給了一個更多的Instant Controlling 然後來看一下 然後來可以展開來這個曲線圖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 呃好難的詞齁 Unambiguous Unambiguous 非常含糊不定的狀況 然後會有比較含糊的情況 然後但是只要軟體的時候 會被問題 會被你覺得那個軟體 會造成困惑的時候 如果你給他們 呃有重疊的情況 然後我們可以抓他 進入一個拉起來 進入比較長的 比較長單單單單邊的讀寫 那許多的東西 然後去不同的工具組合下 可以去比較 不同的工具組合 然後從中選出 你比較覺得OK的組合 好來看一下 很多個組合都放在這個地方 但是 譬如說Flash啊 Flash Langster Adjustment of a Short Rate 這個名字會讓人誤會啊 好來看一下 那有這些不同的DNA 能夠去分析DNA fragment的 以及做他們的 合併的人 合併的那個軟體 好 Conda Active Bio 然後 Install Flash 好 來一個 一趴的Error 來去做這一個 然後來看一下 那先抓這一個嘛 做這一個 先抓這一個 GZ GZ的部分去做處理 然後 這一個 Tog的部分 然後 再用把這個Tog 把這個抓出來 然後 然後就這一個 ZX 我看一下 解壓縮Tog ZX 我也想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查這件 Tog ZX VF 看一下喔 EXF 解壓縮C 是壓縮 所以中間如果是 ZC就是壓縮 如果是 訊息是 X就是解壓縮 然後 顯示 顯示處理的文件名 F 後面 必須要處理的那個 檔案名字 所以他去做後面 接著是 檔案 所以是一個很長串 就掛在一起的命令表 好 來 Content的兩個檔案 Fish 抓出這兩個 去做 去做 合併 合併的動作 Combination 你 沒有 然後 無法 無法 合併的 所以來看一下 Beverman 1 看一下去抓的時候 去做這個的處理 合併了之後 第一條Cloud 在一個細節的時候 會去做 如何來做 BB 有一個 Belinum Brushman 他做到的BBTool 是一個很好的 工具組合 好 我們可以做這個 去做這個的組合 然後做Intext 我一直忘掉 對不起 下載的訊息量 先將那個訊息量的FA抓下來 然後來看一下 Gentleman Sequences Redman Shift 然後 Reference 用這一個檔案 Read的量是10000 然後做對比 對比 然後看一下 IntroMation 交叉 交叉的曲線 對比 然後交叉 然後結果是Read 用這一個檔案 Read FQ GZ 來 來 要 如果要 重新命名 要確定 用他的那個長度來命名 然後他那一個會去檢查 會去重新檢查說 那個合併的那個 片段 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和 大小對在一起 所以你在抓這個BBTool的時候 然後用BBNIN的抓進來 然後就ZING GZ International Remember Insert R1 R2 就會用這一個檔案去做處理 然後來看一下 Flash 要求MZ150個 然後做F1 他是做這一個比較短的版本來去做Flash 把它做Flash就可以做 把這兩個抓出來 那 檢查這一個結果 有什麼東西 有多少個錯誤的合併的動作 有看到這下面了嗎 有看到這一個 百分之 0.2%吧 0.15% 這一個的處理 好 來 Inculting 在這一個 有沒有看到下面就會開始去除了 這一個 好 來 驗證這一個 到底有多少個錯誤的合併量 Flash 用這一個這個東西去做處理 然後他有下面這幾個 200多個錯誤量 好 有比Faust QC還新的嗎 那他們在從2017 2017抓的時候 就找到一個 After QC Auto Flitter 你會修整 修整的概念 然後你可以做一個很 很讓人痛苦很難懂的那個 測量 很多的QC的檔案 QC的工具組合 是用來 是用來 mergers 會只有 來自少量的 是從軟體的品質來說 呃 我看一下 我再看一次 我們來開始做一個很奇怪的那個組合 那很多的QC 做一個品管工具的 哦 好 並沒有 mergers 我要怎麼講這句話 妙型的品質 並沒有品質 並沒有特別的好 也就是說 你不用特意去管那個品質 你不用去管工具 工具的組合 因為他們可能都類似 雷同 那 After QC 他需要裝Python 2.7 或 那包括了 最新版本 在那個時候是Python 3.0 因為他們是聯動的 好 好來看一下 我們會有這個軟體來做我們的處理 那我們不能安裝 After QC 在Python 我們用新的環境 那就 這一個環境就叫Python 2 那我們來玩一下 我們也不能玩一下 我們來創造一下 Conda creating name Python 然後Python Number 2.7 好 然後Active Conda ActivePy1 然後 installation after QC into the environment 好來 run the program on the after py 呢 -1 innumerate Foxcret 然後 error collected 錯誤更正 資料集的時候去做處理 那Foxcret 不是代表錯誤 就是絕對的錯誤 那是 錯誤是隨機的 而且是不可預測性的 所以說 如果有 這個就是說 如果 你知道它是錯誤 你就會修了 那 通常你會被找到錯誤 就是說 在你未經的 發現 未知 預期之外的 情況下 發生的 好 來 可以 這個處理 那這個的處理 它可以去處理 而且沒有在 沒有任何的 參考的 基因體 或者是電腦 電腦的片段 好 來看一下 像 Kimmer Kimmer這一類的小型軟體 它可以去評估那個 大小 到 從 評估那個大小 題 來 Foxcret attempt to 在Foxcret Foxcret 會 嘗試修復檔案 那 很多人相信 那個能夠讓 這一類的修整 可以讓那個 分析結果更有效 那 我們也得問說 它是 高覆蓋率 它的平均 它的那個 更正 應該會更有效率嗎 那 來 我們要如何 更正 那個錯誤 錯誤 錯誤的 Foxcret Den E1 Splitter File SRR 519926 這一個去抓 這個處理 然後這個是它的那個 量 這個是它的那個 片段量 這是 名字 把它從名字開始分起來 然後來看一下 tapetepot 是從 自從那個 BBMAP的系統去做 這個的處理 做這樣的一個的處理 好 好 好 我看一下這個 然後最後來看一下 這一個書本 它是做 沒有這個東西 它沒有什麼東西 它是做 單獨的啦 它有出另外一本書 Bio Script 然後這樣也可以當一個節目 這樣也可以當一個 好 那 好 那我就要講到這個地方 好 那我就要講到這個地方 谢谢大家